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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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下午的直播环节 来到即市公落 先看看大市方面的情况 看到恒指下跌 跌139点 报27510点 至于国企指数 跌60点 报14470点 大市城交暂时到1,119亿 另外看来就是内地市方面 上证指数升超过1% 报4,335点 深证城市升77点 报4,226点 至于护芯300指数 深证城市报14,227点 升77点 请出我们的嘉宾 有要财政券研究部的经理 直耀辉在旁边的Stanley 你好 今天市场比较闷 消息来说 围绕着之前降准方面的情况 之前跟大家回顾了内房 和内人方面的情况 转看看其他的股房 或者板块先 近期大家比较少关注 中资电讯股 看到今天来说 大行方面 都有些报告 关于一些电讯股份 包括李昂和瑞讯等等 都发表了对于中移动的一些报告 下半年收入和盈利 可以重拾增长 但看上去年全年业绩 业绩普遍做得一样 至于营运收入只是轻微上升至2% 今年也说到 要预计下半年才在收入上 可以重拾增长 现在来说 会否说 941反而可以后回 近期见到它都回了不少 或者这样说 似乎今天中资电讯股 中移动似乎都有一升 但相比中联通和中电讯 又好像差很远 因为这两只股份 似乎现在的升势更加强劲 可能同时 因为有个别的大行 可能是瑞讯 将中资电讯股的目标价 都可能有些调升有关 但我看现在瑞讯初步 一些对内地的电讯市场的看法 如果以它的说法 就真的好像 好厉害 为什么呢 我都轻轻说一下数字 因为它预期就是说 中国未来的数据的用量 可以上升成20倍 而且智能手机的渗透率 有机会去到73.8% 这个数据的用量 增长10倍 说的数字 基本上就真的 全部都倍倍声 而对于你说 SAG 一个用户的ARP来说 上行的空间 只可以达到3.7% 至到300% 这个阶段很阔 但你可以说 如果以这份报告去看的话 对行业的前景很乐观 我又说一下我的看法 事实上 你看这三间公司 上年的业绩的表现 不算特别理想 你可以说三间出来的业绩 都令大家有些失望 所以变相之下他们的股价 其实你说在这一段时间 如果以同期的时候 譬如和其他板块相比的话 他们的股价又不算特别飙青 你只要可以说 个别来计 跟大市也好 甚至跟个别的板块也同步 也不算特别做得好 因为最主要大家都觉得 他们的增长的情况 就不会很乐观 特别就是说 因为现在 当然 现在这个中电信和中联空 都已经可以做了4G 即是FDDLTE 变相行业的竞争 其实会加大了 还有之前的时候 其实中移动都说 其实资费方面 即4G的资费方面 有限调的空间 即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那个RF 是有机会再跌下去的 所以刚才看到 瑞讯说 觉得那个RF 可以上升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我比较是反对的 即我对他的看法 我自己是不赞成的 另外 你说好像 以那个数据用量为例 那没错 一定是会上升的 因为 当你由2G去3G 3G去4G的时间 你基本上 那个叫流量 这些数据流量一定是多了 这个 我想全世界都是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 现在来计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内地的 叫上网的费用 其实是贵的 即是这一件事 都是近这几年 都开始很多人提一个的情况 所以 之前 你见到一些的消息 都说这个 网易的高管 甚至乎你说 亚总理李克强都说 这些资费太高 所以都意味着 未来的时间 有机会是会下调的 所以初步看 如果你以这些情况去看的话 对于这些联名商来说 那没有的 之后怎么玩法呢 靠量 即靠量 去报价 因为我相信 那个资费方面 那个叫收费方面 之后其实很难有一声 你可以说 那个4G的流量 是会大了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的资历方面 你真的要再升上去 很困难 尤其是当你现在 都被人说你贵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个板块感冒的 前景稳定 因为始终 他们不愿无生意 但是变成一些政策上的影响 特别就是说 好像刚刚提及到 假设 政府都觉得你的收费是贵的话 你一定要减价 一定会有减价的情况 所以你说是否很劲呢 不算是 但是今天就视乎 受到这一份 这么乐观的报告的支持之下 中电讯 中联通 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整理上这个板块 其实我觉得 这个表现 就是在之后的时间 未必会真是太乐观 好 刚刚说的 这份来自瑞讯 非常乐观的报告 都有另外一点 除了刚才说的 那么多数字之外 都有提及到 铁塔公司的快速发展 成为第二个趋势 更加上调了联通 就是762的目标价 超过4.4 去到25.68 中移动 就升了承埃近1.1 目标价去到133元 至于中电讯 升超过1.7 去到6.7 全部都比于优于大事的评级 但是按照你刚才所说 既然都严贵的时候 很容易都会拉低了 他们要减价 拉低了 拉低了 毛利率上的情况 不过上星期看到 公信部也有说 今年继续加快4G的建设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是否帮助不是很大 反而集中点 可能今年会落在 一些关于设备上的股份 其实你可以说 今年来算 如果你假设以内地方面 要加快4G的发展 基建部署的设备 的建设一定会多 这是可以说肯定的事 所以对于一些设备股 一定是有证明的帮助 但不要忘记 这些股份 之前已经升了不少上来 而且现在市况 如果你看回现在 我们讲话这段时间 痕跌多了 由之前跌百多点 突然之间跌了三百点 现在又跌了少一点 但你可说市况 这么反复的情况之下 这些电讯设备股的走势 基本上都是个别发展 例如7-6-3为例 还可以升 但相反 之前比较上一些 强势 比较强势的股份 好像2-3-4-2 这些都已经下去了 所以我这样是个别发展 但刚刚提到的 你是中兴通讯这些 因为始终是叫韩来的龙头 所以相比之下 它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还会做得不错 好像中东服这些都会不错 因为铁塔公司的概念 但我相信这些设备的版块 是在走势方面 应该会比较强势的 公司的人会比较有点 如果要留意 都是留意的 就是电讯的设备股份 不过看到 今天7-6-2和7-2-8的情况 比较乐观 中联通升超过4% 至于中电讯升超过3% 一起看看他们相关版块的表现 中移動升埋近1%-108.6% 至於中聯通,升埋近5%-14.36% 中電信升超過4%-5.69% 電信設備股臨,中興通訊升超過4%-24.2% 2342就是經訊通訊,暫時在2.93% 跟正經訊通訊,現在在2.86%跌超過2% 至於中通,升埋4.17%跌3% 中國光纖跌1.1%-2.87% 剛才提到,行指方面跌多了 現在跌287.27365點,大肆成交到1202點 謝謝Stanley跟我們分析電信板塊和設備板塊 提及股份是否持有? 沒有持有的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問答環節 可以打電話來204-6566